inken 来了 你来干什么 你说我干什么 您唾我干什么 挞 挞 您唾我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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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 你还是不是男人呢 动手打女人 你为什么打小语啊 为什么打小语啊 我问你话呢 你为什么要打小语 这是我的家务事 我打我老婆 关你屁事 你什么关 你打他就是打我 你喜欢动手是吧 行 我陪你 来 你打我 打我 打呀 打呀 你打呀 你打呀 来 打我 打我 你打我 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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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定都是动手 你打我呀 别说说别说说 你能不能对小语好点 你怎么能不打开啊 我求求你 妈 您也是真不嫌累 还非得来这儿看看 这都要拆迁了 这都要拆迁了 以后啊 想看都看不到了 妈 坐点歇会儿 这逆影啊 什么都好 就是路太远 上医院 麻烦 每次都要这么兴师动众吧 可怕你累坏了吧 我不累 妈 喝水 妈 您将就从这儿坐会儿 咱们等搬车来了就回家 啊 小红啊 你还没下地走路的时候 我就在这儿卖包子 那个时候 你爸爸一个月的工资 才四十八块 还要几十块钱给你奶奶 剩下的钱就不多了 你呀 是靠东方厂 老老少少 买包子的钱 把你养大的 高中毕业以后 我又把 这刘晓旺包子铺传给了你 舍不得啊 妈 您看您 这话您都跟我说了一百遍了 我都记得住 不 所以咱们小旺包子铺 不管开在哪儿 都要做到肉多菜少 十斤十两 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您放心吧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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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长青没把你怎么样了 他说他要请我吃饭 叙叙救我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串通 谁坑你了 不是 那说好就有名额呢 现在怎么不认账了 你说那个五十个拆迁户 进果血公司的名额是吧 没错 怎么了 没兑现呢 人家国血公司答应好的事一定会兑现 这又不是我编的谎话 你们 是啊 大家都是老街坊的 你们知道 我们家小旺从来不骗人的 是 我们就是太先行小旺了 才把咱的话当真哪 三哥 那国血公司一把手二把手 是你铁哥们消息夹不了 这话是你说的吧 这是我说的 怎么了 你别跟他踩这个 刘小王 我告诉你啊 咱们可都是从小孩到大的 当年 您父亲去世纳门的 我们大家伙 谁没帮忙 谁没处理 我警告你小子 千万不要给我干出丧良心的事 火着宋建国坑吧大家 你说话给我注意点啊 你骂我可以 不许毁宋建国 你把话说清楚了 谁丧良心了 你丧良心了 你再胡说八道我抽你啊 不是 抽 你抽一个心的 我什么心的 别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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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 这到底怎么回事 婶儿 你也别怪大毛 说话不好听 我们人都搬走了 这房子也快拆了 他搭你的工作呢 没了 人家国水公司 答应给安排工作 就一定会给安排的 安排个屁 人家根本不是这儿 说是你小子造的谣 你他妈在造谣呢 你谁放屁呢 你 我现在跟你密官去 国水公司 找他当面楼对面骨头去对质 小雨太可怜了 她怎么能嫁给这种人呢 你觉得小雨可怜你就打求正宇 你以为你打了求正宇 小雨以后的日子就能好过吗 常心哥 你太不冷静了 你这么做不是在帮他 是在害他 那求正宇答应过我 要好好对小雨 要好好对小雨 现在他居然动手打的 我绝不会放过他的 我绝不会放过他的 你能不能醒醒啊 唐小雨不再是以前的 唐小雨了 人家俩不管怎么打怎么闹 那都是人家的家务事 打击了有公安局 闹了离婚有法院呢 不管怎么说 你都没有资格介入 你要清楚 唐小雨现在是 求正宇的老婆 是她的老婆 就可以随便打人了 这什么狗屁逻辑 我觉得你很过分 你看看你 只要一提到唐小雨 你就开始犯婚 你都不像个正常人了 我现在的任何时候正常 那再敢弄小雨 我接一次打一次 好 你听不进去没关系 不过 你要想让小雨以后 不再挨打 只有一个办法 离她远一点 把她给忘了 忘了 忘不了 这辈子都忘不了小雨 她的幸福 比我的生命还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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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用上去了 都在这儿等着我 我一定把这事问清楚 给你们一个交代 你干什么 我跟你们说啊 谁也不许在这儿闹事 谁要敢在这儿闹事 我出来跟谁翻脸 不行 不行 必须拆 连夜就得拆 经过 不是 怎么我说的话 你没听见的 就照我说的办 行行行 我这儿来人了 先这么着 行行行 怎么样 在宁远住的还习惯吗 我跟你说这两天 我正准备跟正语找你呢 你们那承诺什么时候能兑现 什么事兑现什么呀 就是最早搬迁的五十户 每户有一个 敬果血工作的名额 不想卖包子了 想跟我干 咱哥们儿还有什么好说的 用什么名额 直接来 不是 建国 我没跟你开玩笑 你们当初不是答应了吗 最早搬迁的五十户 每户有一个 敬果血工作的名额 五十个 谁答应你的 郑宇说的呀 邱郑宇说的 你找邱郑宇去啊 你找我干吗 再说了我那国血公司 多大点地方 你不是不知道 别说五十个人了 就是五十把椅子 我也没点塞呀 看我干吗 我说的都是真话 当初搬迁的时候 他们是听了我那句话 才肯搬的 我是跟人家派了胸口 打了保票的 你们现在不对线 我拿什么跟人家交代啊 至于吗 说句话我就得兑现了 那我宋建国这一天 那我说的话可多了 我句句兑现 我不得累死 兄弟 像这种事啊 叫口说无凭 明白吗 兑现不了又怎么了 他们能拿刀杀了你啊 是吗 建国 他们现在可就在门口等着呢 那些人是看着我长大的 就跟我的亲人一样 这事你们能赖 我可赖不了 你要这么说 那我真没办法 这么着 你让他们进来啊 让他们拿刀来砍我 行吗 走 小王 小王 江河跟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他说得对 就是我骗了你 那你是个名额是我后缘的 要怪你就怪我 晓鸥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 要不这样 我跟你出去 我要跟他们解释 说这事跟你没关系 是我求证与骗了他 弄了 咱们哥儿仨 我最美买人了 我就是个买包组 难得你这么多年 还能拿我当哥吗 我敢记不记你 这么多年 我就做了这么一件 对不起你的事情 请原谅 我妈的命是见过来的 我妈的命是见过来的 我知道我该算是你 怎么办 怎么样 他们怎么说 各位老街坊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那 那五十个进国血公司 工作的名额 是我瞎编的 是我刘晓鸥在胡说八道呢 是我一直在说瞎话 骗大伙呢 骗大伙呢 我对不起你们了 刘晓鸥 你给大伙说实话 你是不是拿黑心钱了 就是他拿的 他跟宋建国 邹正宇 是一伙的 他们这哥们 就是你拿的 说 说呀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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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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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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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了 我就是拿了黑心钱 我当你丫头 杀我 我别打了 打他 打他 他不可以 打了你的手 三哥 你别打我 留着我 你个王八蛋 那五十个旧位名额当初是不是你提出来的 是不是你让我跟小旺说的 是 不给他们画张大饼 他们能搬走吗 那既然答应了 为什么不兑现 我拿什么兑现 公司什么情况小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要骗小旺 没错 我不光骗了小旺 我连你也一块儿骗了 你怎么对我无所谓 你怎么对我无所谓 但是你不该这么对手啊 你让他以后怎么办 他跟咱们不一样 你是厂长的儿子 我是军代表的儿子 可他呢 他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没有 我 当年他爸死的时候 他想办一个到厂里顶替的名额 都没办下来 说他是东方厂的子弟 他其实就是一个二等公民 你应该最清楚啊 小旺虽然只是个卖包子的 但是他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 他这么多年靠卖包子攒下来的名赏和好人缘 被你这一把全都毁了 人缘跟名胜能当饭吃吗 求证于我告诉你 如果说今天东方厂能被拆了 别说是人缘和名胜 就是要我宋建国的命我也舍得 你信吗 宋建国 那我问你 小旺是不是你兄弟 他是不是你兄弟 就因为他是我兄弟 他才该替我背这个黑锅 要不然 要不然这么大件事情 我如果一个人能办成 他要你们干吗 你恨 想你 你恨 你还想我 我求证于他妈真是瞎了眼了 这么多年我居然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军逼 你再说这样的屁话信不信我抽你 你抽我 抽我呀 这事如果搁在我头上 你是不是要我怎么干 你是不是要我怎么干 还我家人 国雪大人 还我家人 国雪大人 还我家人 还我家人 国雪大人 还我家人 都别让让了 我再说一遍 这件事跟宋建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从头到尾就是我刘晓旺在骗你们 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们不是向我要个交代吗 行 现在我就给你们交代 宋总 出事了 刘晓旺跳龙了 宋总 刘晓旺跳龙了 船头跳龙了 洞穴 洞穴 在坚守旺跳龙了 就令暂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宇 我知道你对我一直有误会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宋长青是为了救我妈受的伤 我去御院看看她 给她送点汤仅此而已 我真的不知道她会过来打你 对不起 我向你保证 以后我再也不会和她见面了 小望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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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我最好的兄弟 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是我害你 就因为我骗了他 他就从楼上跳下去 摔死了 我他就是鬼子上 我的妈就是鬼子上 我是帮兄 我对不起我兄弟 小望死了 小望死了 我对不起你啊 小望死了 我对不起你啊 小望啊 小望啊 我 我 你还是人吗你 刘晓旺给你当完领头羊 又给你当替罪羊 他可是你兄弟啊 你就这么出发你兄弟 你还是人吗你 你一个活生生的人 说没就没了 刘晓旺是你害死的你知道吗 你这双手上粘的是刘晓旺的鞋 你这双数钱的手粘的是刘晓旺的鞋 你知道吗 你打我 我欠他 我不打你 我把帮我的手 我让你自己惩罚你自己 你的良心会审判你 你就是一个杀人犯 你才是真真正正的杀人犯 优优独播剧场上 你也觉得 我的良心被狗吃了 你不该让邱正宇去撒谎 不该让刘晓旺去当替罪羊 你应该像一个男人 早点站出来 我以为就算全世界都误解了我 全世界都恨我 但你不会 原来你跟他们一样 刚才宋长青骂我是杀人犯 我不怕当这个罪人 是小王太傻了 我所有的都想到了 他是我兄弟 我不会让他白白替我背黑过的 我想好了 我要在市中心给他 给他开一个两百平米的包子铺 不会灰带他的 他不给我时间啊 你为什么要跳龙 为什么 如果你现在想撤 我跟你一起撤 我跟你一起撤 如果你干什么 我都陪着你 围不了头吗 我说话你也别不爱听 你都老大不小的了 像你这么大的姑娘 还有几个没有结婚啊 我告诉你啊 女孩子就这几年好光景 一刻都不能耽误 你要是过了这个时辰啊 你将来生孩子都困难 有话您就直说吧 是不是又要给我介绍对象啊 别我一说这个 你就苦着这张脸 我也是为你好 我精挑细选啊 才给你挑了这个 邮政局的副处长 关键人家还是业余作家 有好几篇小说 都在省里得奖的呢 这下你总该称心如意了吧 你倒是给我看看呀 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样子 从明天起 你走哪儿 我跟你到哪儿 我就是不允许你跟宋长青来往 你信不信 我说到做到 别说到时候我不给你面子 那您就抓紧时间安排相亲吧 那您就抓紧时间安排相亲吧 您说什么 相亲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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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信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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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望 小望是为我死的 我欠你一条命 我 我知道这 这请我没法还 爸 王后您就是我亲妈 我 我会像小望一样 孝顺您 照顾您 给您拥抱送出 走吧 我想单独和小望带一会儿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